接下來來介紹一個課程 叫做釘線畫 釘線畫 釘線畫這個課程呢 它比較偏向在跟藝紋領域的結合 它就是做一個像這樣的圖 但它的加工方式呢 是透過打釘子 跟做造型設計 並且把它繞完線這樣 它雖然是偏向於藝紋領域 但是在敲釘子這一塊呢 確實可以教給小朋友很紮實的技巧 就是這個課上完之後呢 它就會大聲跟你說 敲釘子我會呀 你看都要敲很多釘子嘛 所以它就有 這個課呢 是可以跟藝紋結合 然後再慢慢的教導引入科技的一個很好的課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拿到板子之後呢 會有幾個設計的圖形 像這個是不規則的繞線 其實有點規則 但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 其實它算是不規則 那這個 這個就真的是規則式的 就很明顯 它是按照規則繞的 那海豚這個是不規則的繞線 跟各位講 你現在可能在製作前 要先思索的就是 到底你想要怎麼樣的造型 那同學可以自己做造型 也可以使用老師給你的模板 模板就是像這樣 就是會給你一張紙 你可以用這個紙去做 好 決定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今天的那個定線化課程囉 就像這樣說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